大冒雄團團對綠色小枕頭 愛不釋手 放在臉上蹭啊蹭 拿起來聞一下 或把枕頭夾在下巴把玩 有時候還會環抱麻布袋的抱枕 看起來十分滿意他的新玩具 大家在影片裡面看到的是完整的 其實過不了多久之後 就被人家拆開了 然後開始玩一些這些墓穴 從今年8月 團團出現疑似癲癫症狀 各界都相當關心他的身體狀況 十月還一度出現 十月不佳後肢無力的情形 經過醫療團隊與原方細心照顧下 團團這幾天行動力有慢慢提升 後肢也能緩慢正常行走 原方透露甚至還想嘗試攀爬七架 病況似乎有好轉 不過跟之前相比 他也瘦了六公斤 團團現在的精神狀況活動力 大概我們現在大概是持平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他越來能夠越好 另外大貓雄館日前有設置 為團團加油的留言板 短短不到三週時間 已經湧入數百封祝福 玩那個綠色小布枕 那種狀況給我感覺是最好的 心裡當然是有一點覺得 他回展場不遠了啦 儘管團團病況好轉 但醫療團隊觀察後討論 認為他仍不適合回到展場見客 粉絲想要見到團團 恐怕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記者周天杰 陳嬌倫台北 蔡鳳島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請您打開啟小鈴鐺喔